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2024年11月6日 在广东珠海航站上 一家被称为国之重器的轰6K轰炸机的机舱门上 大大咧咧的挂着一把U型锁 轰6K作为中国唯一现役的战略轰炸机 一直是以显示战略威慑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 近年来每次演习都必到场 每次航展都兢兢业业出镜的国之重器 轰6K难道舱门锁质量真的差到形同虚设 以至于担心在航展上被敌对势力 随便拉开后看到驾驶舱内的先进技术 这样的解释显然很难说服吃瓜群众啊 对此大陆的军迷网友们炸锅了 留言区一片嘲讽 该省省该花花 这锁能从里面开吗 空军兄弟你们这是在变相要军费吗 唯一的老家伙每次都被拉出来撑场面 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挂把U型锁也算加了新配置了 U型锁可以起到吸引眼球暗示舱门里面很神秘很先进 他们的战机锁是锁自行车的那种 就一把钥匙有机长拿着 有一次搞演习机长休班没来 索又不能砸 只好打电话叫开锁师傅来 开锁师傅过于激动昏倒了 战机演练就取消了 根据数据显示 U6是中国以苏联长城轰炸机 TU-16为原型的仿制机型 原型TU-16目前在全世界已经全数退役拆解 仅有中国以轰6的各种型号为现役轰炸机 轰6K是中共以轰6为原型自行研制的中远程新型轰炸机 配备具备远程奔袭 大区域巡逻 防区外打击等能力 据报道 2011年轰6K轰炸机的定型装备部队 2013年4月21日 轰6K携带巡割飞弹首次曝光 可携带至少6枚远程空射巡割飞弹 射程可达1500到2000公里 具备向关岛和中南半岛地下发射远程巡割飞弹的能力 轰6K的作战半径超过3500公里 打击能力覆盖第二岛链 2015年3月30日 解放军轰6K曾穿越巴士海峡 进行远程训练 2015年5月21日 解放军两架轰6K飞越冲绳本岛 及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上空 前往西太平洋进行远洋训练 日本航空自卫队冲绳纳巴基地的F15战机 紧急升空应对 其实中共大型武器装备的细节上 非常粗糙和劣质 这是因为中共的早期武器系统 基本都是仿制前苏联的装备 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苏职武器傻大黑粗的特质 仿制武器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主要精力和资源 都投入到逆向工程的理论测试方面 实际生产工艺由于缺乏设计先导 就难免出现很多混乱错位 产品最终的性能和细节上就会有不少的缺陷 有些甚至是指命的 6根棍子就是关于中共歼10战斗机的典型案例 和文明世界的真实笑话 歼10战斗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共抄袭 以色列研发中途放弃的诱失战机项目 并得到以色列的大列协助 在气动布局和整体设计上都是采用了诱失的方案 但是由于美国的强力介入 使中共无法继续从以色列获得发动机 机载雷达和电传系统等配套设备 中共只能转而向俄罗斯购买装备 最后造成坚实的重量和体积都超出原先设计 由于机翼面积大幅增加材料强度和可靠性随之下降 气动布局也被破坏 最搞笑的是最后亮相的坚实 由于外形和尺寸都被迫改动 使得机首进气道和机身下腹不能无缝于合 气道和肌腹之间竟然出现几十公分的巨大间隙 看上去坚实就像一条裂开嘴的死鱼 为了使这样的飞机在飞行时不至于解体散架 中共只能在气道和肌腹间加了六根加强钢筋 这就是人称坚实为六根棍子的由来 而无耻的中共专家们解释说 这六根棍子是功能强大的扰流片 用于干扰气劲到顶端气流便于压抑开河 先天不足的坚实战机自诞生起一直命运坎坷 几十年来由于国产发动机动力不足 可靠性差 一直被视为严重的硬伤 在中国历年的飞行训练中 坚实仅被中共权威媒体证实的坠毁事件就有十四起 其中三名飞行员身亡多人受伤 坚实战机的作战性能和可靠性被普遍质疑 也导致中共在对坚实的努力推销中饱受打击 今年9月9日韩媒朝鲜日报报道 塞尔维亚泰国分别选择法国飙峰和瑞典施救 作为下一代主力战机 这也是中国坚实C战机 即去年为获沙特阿拉伯采购之后 在国际订单站面临的三连败 报道提到法国总统马克龙8月29日 对塞尔维亚进行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 与塞国总统伍契奇奇举行会谈 伍契奇奇在会谈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正式宣布 将以27亿欧元采购12架飙峰战机 相当于每架2.5亿美元 由于塞尔维亚是欧洲代表性的亲中国家 其决定采购法制飙峰 取代老旧的米格29战机 让中国网友抓狂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中国为出口自制歼10C战机下足了功夫 结果被白忙一场感觉遭到背叛 中国社群媒体上甚至出现了探讨性能对等 价格便宜4倍 钢铁盟友的国家怎么会选择标峰的文章 歼10战机是针对美国F16多功能战机 所制造的单发动机战机机身尺寸和起身重量皆与F16战机相似 歼10C则是中国对初代型号改良后2018年推出的机型 每架价格为6000万美元左右 比标峰战机便宜很多 但比起F16标峰等竞争机型 歼10C战机弱点式武装 仇载量低 且没有实战经验 而标峰是法国向印度 埃及 卡塔尔等国出口的主力战机 其武装仇载量与机动性都很好 可以进行空对空 空对地 空对舰作战等多种任务 也曾投入空袭 利比亚 阿富汗内战 攻击伊斯兰国 在实战中获得了性能测试与评估 走亲中亲俄路线的赛国 最后选择法国标峰 而非中国坚实战机 政治原因似乎也从中发挥作用 赛国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 却因科索沃冲突 国内民主和法治问题等原因 加入程序并未取得进展 有分析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 赛国未得到欧盟盟主法国帮助 因此在战略上选择采购标峰战机 同样走亲中路线的泰国 今年8月27日 也宣布将采购瑞典 JAS-39战机 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中国和泰国从2015年起 每年进行空军联合演习 而且中国已派歼10C战机 投入演习数年 在泰国决定引进新战机 取代1980年代获得的旧款F-16战机后 中国即开始大力推销歼10C战机 在这次订单战中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16V 瑞典的施救中国的歼10C展开了竞争 泰国选择了JAS-39-19 在此之前 歼10C战机去年意味获沙特阿拉伯青奈 且同样输给法国飙风战机 目前购买中国歼10系列战机的国家 只有被中国使为钢铁同盟的巴基斯坦 其决定向中国采购36架 目前已经交付10架左右 相对于拒绝中共战机的国家 那些采购使用中共武器系统的国家 就没那么幸运了 美国安全专家曾经在2022年破译巴基斯坦情报 发现4艘中国制造号称陪陪远程地对地 地对空导弹的护卫舰无法发射导弹 欧亚日报报道 美国安专家法部里发现巴基斯坦2005年向中国购买 2009年取得的4艘F-22P护卫舰存在严重缺陷 搜索和跟踪雷达在大功率传输期间出现故障 无法锁定目标 船上的IR-17传感器有缺陷 必须丢弃 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导弹失效 从而破坏了关键任务目标之一 此外这些护卫舰的发动机取轴箱和衬套中 发现了高速退化 这破坏了船舶中的冷却剂化学成分 润滑油降解和隔阵器老化 是发动机中的其他一些故障 欧亚日报指出 这不是巴基斯坦第一次遇到中国制造的国防装备问题 2022年2月 巴基斯坦陆军从中国进口的VT4主战坦克和203毫米牵引式重型火炮 都面临质量和可靠性问题 除巴基斯坦外 约旦皇家空军 孟加拉国家空军等买家 也都曾经买了中国制军武后 发现不堪使用的情形 2021年欧盟记者网站报道 孟加拉国空军在2014年至2015年间 采购了9架中国产K8W教练机 其中一架在2018年7月失事 之后孟加拉国又购买了7架K8W 但在2020年10月交付使用后不久 再有两架出现问题 孟加拉国政府多次向中国国家航空技术进口公司提出质问 但对方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K8W发射 弹药装置也存在问题 K8W的主城销商是江西宏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该机型最初研发于1982年 之后出现几种衍生型 报道中表示中共没有提供油脂飞机 要么是动机不纯 要么是能力有限 或者这两方面原因都有 此前中共曾吹鼓其与巴基斯坦合作研发的GF17战机 但实际上该战机的RD93发动机加油系统和武器系统都存在问题 报道还提及孟加拉国还购买了FM90防空系统 按中方的报价支付300万元人民币 但该系统已经出现缺陷 放置近三年没有使用 此外孟加拉国把很多军人派往中国受训 这些军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事院校中 但据报道 一批在长春航空大学接受培训的孟加拉国空军军人 遭到中共高级军官的虐待 这起事件很快就被封杀 但从中可见中方对孟加拉国的态度 在海军方面 孟加拉国海军曾耗资2亿美元购买中国名级潜艇 但同样问题频出 有军事专家指出中国制造的武器不仅技术低劣 而且在战场上也未经测试 对于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 他们在武器采购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价格和政治 其中腐败起着突出的作用 中国可以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武器 并为负责采购的官员和中间人提供高额折扣或贿赂 中共不仅大量生产销售劣质武器装备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的武器装备中 竟然曾暗藏大量中共国制造的劣质零配件 早在2012年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中国制造的伪劣产品已经威胁到美军及美国国家安全 调查人员以虚拟美国国防部供货商名义 从中国卖主手中购买到的武器零件全部都是防茂品或假货 包括用于美国空军F15战机 海军的V22鱼鹰战机以及核潜舰的零件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这份报告显示 在美方调查的396家主动向美方调查人员设立的虚拟公司 出售零件的供货商中 有334家来自中国 美方最后从中国的13家购货商手中购得的16种零件 经独立实验室证实全部是仿冒品或假货 独立测试使用的检验方式包括目测 实时X光扫描分析和扫描电子显微等七种途径 报告称美军从中国购买的零部件被用于F15英式战斗机 小牛导弹海军陆战队的V22鱼鹰运输飞机以及海军的核潜艇上 指任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参议员卡尔·莱文对此报告感到忧心 他说这些证据会激怒所有美国人 中共拒绝彻底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导致美国军人的安全受到威胁 同时也导致美国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也发布了一份报告称 美国的武器装备生产中估计使用了逾百万件中国制造的伪劣电子零部件 报告称假冒零部件被应用广泛 包括执行夜间任务的电子干扰滤波器 海军SH-60直升机 地狱火导弹C-17环球霸王战略运输机 C-130J运输机显示系统的存储晶圆 P-8A海神远程多功能海上巡逻机 以及波音737飞机等 据称报告涉及到的上百万个零部件 70%来自中国 约20%来自英国和加拿大国内的中国产品转售点 在此我们有必要提醒波音737 MAX 8型飞机 在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连续发生空难事故 V22鱼鹰阅书机不断传出 失势坠毁的严重伤亡事件 不能排除使用中共伪劣武器配件名单上的波音737和V22鱼鹰 是由于飞机中尚有未被检测出的中共伪劣零配件造成了重大伤亡事故 我们曾经在此前的节目中多次提醒网友尽量回避使用中共国制造的工业电子产品 因为其风险无法评估和预测 那么中共有没有真正具备有威胁的武器呢 答案是有的 不但有效而且很可怕 那就是偷和收买这两个手段 来自中国的匿名分析人士外先生讲述了他了解的一些内幕 他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中共黑客组织的人L有一天L告诉我 他们团队偷到了瑞典富豪汽车沃尔沃汽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的某型号产品的全套图纸资料 但是黑客团队不想直接交给中共政府想要私下买个好价钱 问我能不能帮忙 当然他们的想法比较幼稚 最后这些图纸应该都落到了中共手里了 所以我们看到富豪汽车于2006年通过合资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一直没有赚到钱 仅仅三年就被中国的吉利汽车收购了 这是因为中共虽然偷到了某车型的设计图纸 但是缺乏生产工艺和材料配套的整合能力 他们通过收购富豪汽车可以直接解决生产工艺和整车装配制造过程的所有难题 而偷盗的设计图纸可以让中共在收购谈判中获得极大的优势地位 他们会让富豪汽车觉得自己的技术已毫无机密和价值可言 富豪汽车的高层没有意识到 富豪汽车这个曾经以安全性能著称于世的品牌本身价值和其生产工艺才是中共真正的目标 外先生说富豪汽车当时的母公司是美国通用汽车 而美国通用汽车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进入中国 从那时期中共的海外千人计划中的很多人就以外籍专业人士的身份进入通用汽车 等很多在中国合资的跨国企业中 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公司借取商业机密和情报 由于这些人大多已不是中共国籍 又具备语言优势 所以很受通用等外企高层的信任和重用 等到这些人莫名其妙的离职后 可能才发现公司因泄密已经造成巨大损失 那时已经晚了 富豪汽车的图纸被偷 很有可能就是中共黑客在通用中国公司的内部人配合下完成的 所以富豪汽车在中国不可能赚到钱的 他进入中国就已经注定最后被吞并的结局 美国波音公司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外先生表示波音公司不可能到中国设厂 中共偷不到美国飞机制造业的核心技术 但是中共在美国的企业甚至政府中同样渗透非常严重 中共黑客声称偷到了波音飞机的图纸 很可能就是2018 2019年连续实施的737 MAX 8型号 中共偷到了设计图纸却没有生产制造能力 他们就会破坏 他们会从图纸上分析出零部件的组成 然后通过各种手段 比如向行政人员贿赂 开设虚拟的公司 冒充正规供货商等手段 最后使中国制造的仿冒零部件 以价格优势渗透进入波音737 MAX 8型 而这些零部件就如同定时炸弹 在中共需要的时候就会爆炸 中共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用来打击美国的国家威信和产品信誉 二是逼迫美国彻底放弃737 MAX 8的生产 然后四机高价引用美国最终授权 中国生产737 MAX 8机型 这样中共就以极低的代价 真正掌握了世界顶尖民用飞机制造商的 生产工艺和应用材料方面的技术理念 这样百年来无数亿美元堆砌而成的技术成果 就一文不值的被中共偷到手了 当然这个过程需要中共渗透在美国政商各界的 代理人游说配合才能完成 麦先生最后表示 今年来不断出现坠毁事故的V22余音 可能是同样的原因 中共的渗透是最可怕的武器 偷窃和收买是中共的具体手段 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不难 只要查清造成失事的原因和零部件 就能找出737 MAX 8和V22余音 采购部门中的相关可疑人员 再对供货商进行核实确认 就能找出真凶 不过这可能会触及到波音和美国军方 甚至政府高层的人 现在美国有了新总统 让我们看看 有没有机会在哪一天的新闻中 看到波音和余音背后的秘密 好感谢您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